好 看控訴區的站位 很明顯的小優 是被排擠的那一位 真的 艾亞 先控訴小優 什麼事呢 她真的 很沒人性 什麼啊 很沒人性 對 那時候就我交了一個男朋友 是圈外人 然後他就是有做一些 活動公司什麼的 會常常發包活動 然後以前他就會發我們一起 有一些活動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跟著男生是 因為那男生劈腿 所以呢 當時我身邊的幾乎每一個閨蜜 他們就說 接下來我們都不接這個 然後我就說 好 謝謝你們這麼聽我 然後我說可是短時間 我不會要求你們都不要接 我也不會斷你們財路 可是我們剛分手 我希望這一段時間先不要 因為我會不舒服這樣 這件事情我也很認真 跟小優講 結果隔了兩天 小優就去出席那個男生辦的活動了 不行 不行 好有第一獎 等一下 我要去講完 等一下 她才兩天喔 然後很難過 但是我那時候都沒有說 而且她是唯一那個 真的是跟那男生 說說笑笑 還錄一堆線動這樣子 我真的好氣喔 換我緊接... 好啊 告訴小優 就是她非常地見色旺有 這個人呢 只要單身的時候呢 你每天都會接到她的電話 但是她一旦交男朋友 就是人間震撼 消失了 OK 有一天她突然打給你 為什麼呢 因為她跟男朋友吵架 分手 都是分手 這不用舉牌了 人生公分 直接噴 3 2 1 噴 3 2 1 直接噴 好可怕 偷拍... 你真的... 真的很鬼耶 對啊 你都不進來 沒關係 今天現場沒帥哥 那個事情 因為那個男生在之前就 Cue我了 然後我又是一個 很不會拒絕的人的人 因為我就會覺得 怎麼辦 我都答應了 然後我不知道要怎麼 把那個工作推掉 那個是有簽的嘛 對不對 然後因為... 而且那時候因為所有人 都不肯接她的活動 然後那男就裝可憐說 拜託啦 因為大家都不來 你可不可以來這樣子 我就一時心亂 聽不進去 你要先跟艾亞講 然後我不敢跟她講 所以我怕她會生氣 我想說 不講她更生氣 偷偷地出席 她應該不會發現吧 對啦 太久了 太久了 對 你才會見到我 心存僥倖 凱希說的這個 我覺得好 我承認我是有一點戀愛的 OK... 在噴著 還笨啊 剛剛都水鬼了 好 來 接下來 換凱希 我要凱希 完了... 好可怕 來 小優開炮凱希 好 我要控訴許凱希 我跟你講這個人 他就是個遊戲王 比如說有一次他生日 那他是壽星嘛 我們是不是很 理所當然要灌壽星 對 不得了的 去他的酒吧 把整間店的酒都喝完了 他還沒醉 沒有 好強喔 來啊來啊 然後他又自稱為 他是內湖拳后 他超會滑拳 真的喔 五十十五 新加坡拳沒有人贏得了他 真的嗎 我們那天 真的把全身上下會的拳 都拿出來了 還是贏不了他 好厲害 然後他就已經被他灌得 七七八八了 說 然後又去KTV 哇塞 KTV更扯 我們就一直叫酒... 然後他又什麼 從那來... 來...來划拳 然後我們就排隊喔 又全部被他灌倒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有點霸 十幾個人 關不倒他一個獸星 接著打麻將 好可怕... 你在硬菜 我那時候我心一般想說 找人來打麻將 那個熱鬧... 然後一進來才剛坐下 要開始要開始 骰骰子而已喔 靈智就叮咚 就說 不好意思 現在幾點了 可以小聲一點嗎 我說好... 抓我們等一下打無聲麻將... 想說就快打 就趕快打完就好 他就大連抓 然後就還說什麼 不行... 我前面有數 我要上訴... 完了隔天那個什麼 那個...社區群組 某某某戶 太醜了 這才某某戶 你現在剛剛搬去而已耶 而且我只要跟徐凱希打一次麻將 那就會是我那一年輸最多的那一次 好強喔 太可怕了 好來 艾亞接力來 我覺得凱希的問題呢 是他就是長得娃娃點 但其實他臭點的時候真的滿可怕的 因為我們之前 其實差一點要組團 然後第一天我們要在列勇士見面的時候 我一進去 想說跟凱希本來是認識的嘛 應該就是會笑臉情人 他 歡迎你啊什麼 客套一下這樣也會吧 結果我一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其他團員都這樣 嗨 什麼的 他就這樣 看著我 感覺好像不歡迎妳一樣 他是不歡迎我嗎 然後我們開始練舞什麼的 他也都沒有 然後直到很後面的時候 有一天我們好像要去錄音 還什麼的 他才開始跟我講話 後來我發現 他只要是人在放空 發呆 他對很多人都這樣 所以其實外面很多人都傳說 他臉臭 臉很臭 然後凱希脾氣不好 誰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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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優穩的 是嗎 沒有啦 不是啦 就是會有人這樣互惠她 互惠她 但其實她沒那個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她只是單純放空而已 她單純放空 我以前就是很容易會 在一個自己的世界裡 會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好 反駁結束 然後小優 是因為小優她打牌都亂打 因為我有一次在後面看她打牌 她的牌理超奇怪 就是那種什麼 已經很多罐 還要拆 反正她就亂打就對了 所以她每次輸錢 我跟你講很誇張 我只要跟她打牌 我隔天只要去錄影 那一整個禮拜的錄影 每個人看到我都會說 台希聽說 你昨天會贏錢喔 大家都說不要跟你打麻將 你到底想怎樣 關於喊全那個 淹不了妳這件事情 那個就沒辦法 我就真的天生會玩遊戲啊 天生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你們以後跟我喝酒 不要跟我玩拳 你會玩嗎 你會滑嗎 你會滑數字拳嗎 數字拳我算厲害的 這有點慢喔 一二三四 對不起 十 沒有 十 還好嗎 全滑 全滑 來 他們對凱謝的控訴 有成立嗎 來 請舉牌 我覺得是還好 我後面去凱欣那邊噴小柚 等一下 不行 我們要口罩順庫 對 還好 尚不成立 因為全滑好是她那個 對啊 有的人算空就是臭臉 這也怪不了她 艾亞來 來 來 控訴區 好 好 我先來說 因為牡羊座就是非常的衝動 然後我當時那是我們團 因為艾亞是新進來的 因為對大家不熟悉 可能會比較客氣 我發現她講話超直接的 因為我們那個前公司的老闆 是比較 比較特別一點 很多邏輯有點怪 就像每次叫我們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對 譬如說就會說什麼 明天通告你們自己去了 我回去了 或是那個東西你們要自己付錢 什麼的 然後我們已經進來順受習慣 我們已經 就是已經冷到就覺得算了 不想跟老闆爭 結果艾亞那時候一進來就會說 老闆我覺得妳這樣不對 我們是我們自己要付的錢 我覺得妳這樣很瞎 什麼 妳很棒 他在直接講 或者是我們朋友在聊天 然後可能這個人在訴苦 然後艾亞就會直接說 我覺得這件事是妳不對 妳本來就不應該這樣子 真的 我想說老闆爭 真的好吃 超直接 有時候我們可能 就今天跟她約一出來說 妳今天好抬喔 她說 她說 妳這樣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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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說我 還有一件事我也是印象深刻 那時候我們就是去那個 我們那時候經紀公司附近的 一間火鍋店 而且算常去 然後呢但那一天去 她剛好帶了她的狗狗 她有一隻很可愛的貴賓這樣子 然後那邊就要去吃 然後那個火鍋店說 不好意思不能帶狗喔 可是我們都已經訂的位置 而且又很好 結果我們真的很想吃 我們就說 那還是狗狗先放 可能櫃檯或哪邊 艾亞牠也不開心 怎麼這樣子 牠那麼可愛不行啊 我跟你講喔 他當下氣到直接把那個 火鍋店上面擺著 碗盤直接掃到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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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嗎 來 現在我要講 我跟你講 不要奧錢 斷章章章 我們要掃在地上 不要 就是因為那天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很常去吃那家火鍋 那牠的確沒有寵物友善 可是因為我們很熟 我擠進去的時候 我狗是裝在籃子裡 我就先問櫃檯說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帶狗 那能不能我們坐角落 然後狗狗放在那個地上 但是妳放在籃子裡面嗎 來在地上這樣 然後牠就說OK啊 因為牠認得我們就常去嘛 我說好 謝謝 所以我們就坐在最邊邊 然後把狗狗放在地上 牠也沒有叫這樣 結果突然間 另外一個服務生來了之後就說 不可以帶狗喔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是據理力爭 因為你們一開始答應 對 並不是我無理取鬧 另外那個答應我的人 就出來拉牠說 不是啦 因為我剛剛答應牠們常來 所以沒關係 牠狗也不會叫什麼什麼 然後那個人就一副這樣 不行啊 怎樣的 嘴臉很讓人生氣 那我又瞄了一下桌上放 是塑膠碗筷 所以我想說 弄下去應該 所以我就趁那個人走過去的時候 我就講 所以妳不是在牠面前 我在牠看得到的 我要給牠下馬威 但是我的意思是 你答應 你們有人答應了 就不可以這樣出耳反 那牠就會 這個 這樣好像妳是惡霸一樣 對啊 所以這個裁定呢 是小優呢 嚴過其死 來誇張一下 來 小優 我不要 來 白玉老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來拯救一下牠們的友誼喔 來看一下雙魚和金牛的好友指數 很高耶 很高耶 金牛和雙魚都是互相欣賞 因為牠們有比較浪漫的地方 也有比較實際的地方 不合呢 就是金牛比較固執 雙魚比較優柔寡斷 真的耶 兩個人僵持起來 可以對望一小時 真的 對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拯救還是拆散 來 好低喔 好低喔 不到50%耶 我必須說 我是靠牡羊的金牛 因為我是四月底的 對 對 牠們和是 一起都有目標感 對 就是想好的事情一起做 很有衝勁 一個有耐心做 一個有熱情做 是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不合的原因就來了 那金牛就是要 我要安全感 這個就是保守一點比較好 但是牡羊就是 就是要挑戰 就是要敏銳一點 勇敢一點 那兩個人節奏不一樣 互相拉扯可能會斷掉 喔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不過星座還是會影響人的性格 對 如果明明知道他不喜歡那樣 就不要那樣 對 像金牛固執嘛對不對 你就不要 不要怎樣 你就不要一直 在講老婆的一個 對 對 我覺得 我每天罵我老婆罵她 講她固執 講到我女兒都會了 每次母女有衝突 我女兒說 但是我覺得 玉琳哥厲害的是我聽說 你就會說那就聽她的 我就不要管了 大家分開 對啊 大小小事都是聽老婆的 對啊 我覺得這就是很厲害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雙魚和牡羊 會不會很低啊 應該還好吧 我超多牡羊朋友耶 我覺得雙魚會枯飛 枯飛 雙魚跟牡羊 對 好 太低了吧 對 艾亞東這兩個都不合耶 對 這個 這是我的問題 交錯朋友 會不會牡羊跟誰都不合 不會不會 不會 其實跟雙魚也合 只是說合得很痛苦而已 雙魚 雙魚這個樣子 就是牡羊會覺得 哭屁啊哭 雙魚就會覺得說 你講這麼直是想死嗎 就是你不怕被打死嗎 所以他們情緒互相影響很大 但是反過來說 他們互相不記仇 就是還是有好的一面 OK 星座的確可以看出一個人 大部分的特質 有人不信就是不信 但是我是選擇相信 因為確實我們生活當中 得到很多的 有一些參考的價值 對 然後跟人相處的時候也是 實際相處其實才是最值得 不要先弄圍堵 就直接判對方死刑 好的 謝謝 我們兩組好朋友 好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訂閱